各位网友,大家好,今天是2021年7月24日,今天看到疯狂网啊,一天有两条消息啊,都是这个安全事故啊,一起是吉林省一个仓库啊,起火,至14人死,26个伤啊,内有多家企业,黑烟几公里外都能看到啊,这是7月24号,这个疯狂网发表的第一条消息啊, 记者从吉林省长存市,叫静岳高新科技产业园区了解到,以前我曾经在90年代初啊,中期,经常去这个东北采访,吉林是我的一个管辖地方啊,也就是说我们那个东北的报道归我来负责,我去过这个静岳啊,这个开发区啊, 说当地的一家物流仓库发生了火灾了,物流仓库就是现在不都讲物流吗,可能里面有很多企业啊,包括可能有些,是不是存放那些名牌服装等等啊,说初不合时啊,一共死亡是14人,你想这14条人民没了,重上12人,一般股伤外伤14人啊, 说目前火事得到控制了,搜救工作仍然进行当中,事故原因正在查找,估计啊,可能最后可能还有一些人会上网啊,这个数字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啊,这个,那么,这篇文章报道,它说是火灾发生在当日下午4点,起火仓户内有多家企业,其中包括一家婚纱摄影店呢, 就是结婚的时候,现在都讲究男女多浪漫嘛,都要拍一点这个,能够比较漂亮的图片啊,留下来作为永久的回忆啊,所以婚纱摄影店生意好啊,说下午4点多钟啊,冒出浓烟了,离几公里都能看到,有一个目击者,他告诉记者,他说自己驾车向这个方向行驶的时候,看见多辆救护车啊,说事发地为理事婚纱梦想成, 这家店面积挺大的,在同一个院内还有物流公司,事发后有十余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啊,这个地方的全称就是长春静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局关汇,在他管辖范围内发生这个事故了,这个毫无疑问这一次,这是一个疏忽造成的啊,这个安全事故啊,你想,说有的人困在里边,在楼里边还跳楼求生啊, 这个有的可能是被这些消防人员救下来了,有的呢,就可能在里边就,这个,没有躲避这个灾难啊,你可见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, 那当然了,中国你想,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,哪能没有这个安全事故啊,问题是现在太多了啊,尤其是近些来,近些年来和近几个月啊,你看这个,与这个同时还来,还有一条消息是什么呢, 珠海石井山隧道,这是一个前几天发生的啊,这7月15号发生的,透水事故,这个事故呢,已经查明原因了,珠海市公安局呢,同步开始调查,已经对这个施工, 铁二局,第三工程公司,副总经理叫姓梁,还有监理单位,珠海姓地,建设项目管理学公司总监,胡某,六个人,刑事剧都抓起来了,这个透水事故也是死了14个人, 你想一想,这加起来多少了,对不对,就是28了,这28的生命就消失了,28个家庭,是吧,留下不能承受自痛啊,你就想一想,现在为什么这个事故这么频繁呢,一起接了一起,如果说偶尔有一起,这个难免啊,你想任何的国家,任何的政治制度都一样,问题是在习以民统治这个所谓新时代,现在太多太多了,这说明什么呢, 说明那个基层的管理人员,领导干部啊,不做事,你就拿吉林这个仓库来讲,那当地不有消防部门吗,消防员,你开这个名牌店,你不管是婚事啊,还是其他物流,你要,你要审批,就是你安全事故隐患有没有,另外平常要加上加强检查呀,珠海也是一样,透水事故也是一样,安全事故,关键就是企业的法人,安全员,还有监管部门, 能不能忠于职守啊,员以调查,员以这个检查,而且能够就是说发现问题及时处理,那什么原因我认为就是和现在的政治形势有关系啊,整个这个国家现在是一切像,像文化大革命倒退的,开始学习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,整天搞些没有用的东西, 一个是洗脑啊,浪费很多时间,另外就是内斗,互相坚决揭发,抓腐败分子,运动化的高,高腐败啊,抓腐败分子,造成的官员现在是什么呢,大部分都仁富于世啊,整天就是这么瞎忽悠,你就想吧,呃,习近平的所谓理论,一会儿是这么一套,一会儿那么一套,呃, 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第四诀啊,是第三诀,你说浪费多少精力时间啊,习近平有什么思想,就他这个影响,本人就是个梁架盒子,数据一个水平,既没有思想,也没有创新啊,非常的平庸那么一个人,混上来的,呃,一个官尔代的这个,完裤子的影响,这样的人就靠秘书写这么些稿,念念都念不全,经常大败字连篇,还有什么思想, 就变成这个,一堆精神垃圾,然后就农意这些老百姓,呃,农意这些,洗脑这些官员,说官员最后都变成什么呢,变成了这个,这个整天在这,呃,瞎忽悠啊,呃,不干正事,你比如说消防局,消防局你每天就应该是,呃,按照照张检查,对不对啊,每一个星期都要下去看个管辖的范围内,有没有安全隐患,有安全隐患,赶快和企业一起帮助的解, 把他给谋杀在,谋杀在,谋杀在萌芽当中啊,帮助企业,不是敲诈了说企业,但是你想现在有吗,现在都在什么,都在学习习近平新思想,呃,新思想就旧思想,就是瞎忽悠,互相骗,浪费很多时间,都不干正事,官员都是,你只要把习近平忽悠好了,党史学好了,或许或用讲好了,你就可以升官发财, 所以谁都不关心这些,涉及到民生的问题啊,基林的仓库,几乎一下14个人,26个商,你想这个多么严重啊,呃,刚才讲那个珠海偷水事故也是一样啊,还有这个河南这些,呃,天灾人祸,你想吧,你这个,高速公路这个,里边还能进水,还能淹死人,啊,还能,水库,你,你放水的时候,开砸放水, 你,你,你最起码的先预警吧,对不对,都没有,为什么,都去学习习近平思想去了,呃,习近平的这些思想,呃,就是街道人思想,就是什么呢,一党执政的思想,就是个人独裁的思想,就把这些人都害的啊,就干部群众一个子,找不到北啊,所以这个安全事故一条,一切,一起接着一起,呃,只要一发生了,又是习近平思想抓人,你看,倒不倒霉,这个透水事故, 又有两个人,六个人,呃,被抓到监狱里去了,你说这个事谁负责,我看就应该习近平负责,啊,这个事不应该越下巴,上边只要是习近平这个思想不学习了,现在啊,共产党集体,消灭这个政治制度了,老百姓一人一票选领导人,选上了保证都负责人,这个事就没有了,所以这事啊,就是倒着来啊,本来是上边承担责任,上边不承担,一有事啊,就,就,就越下巴, 就抓人,送监狱去了,然后他再继续忽悠,到监狱再去学习,西思想,整天再逗啊,所以变成什么恶性循环啊,这个,呃,不安全的事故啊,就是这种,呃,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事故,一起接了一起,你看现在多多啊,呃,大把大把,你就这么一片,一片一片文章,一个版面就两起,你何况还有很多啊,没报的,是不是啊,隐瞒下来的, 你就这个河南省这多少企业,安全事故,你这一次这个,这个一个隧道里边这个啊,就是一个重大的这个一个一个事故啊,发生的,官员这个这个不作为烂作为啊,这个造成影响啊,所以通过这个事你就会看出,呃,这个一党执政啊,再加了一人独裁,这个是多么可恶的政治制度啊,那么今天的海外期待节目,这个小单元就结束了,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 收看,谢谢,再见